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分别跟Brian还有Real签了两份贷款合同 金额高达八十亿 是啊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Brian他在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知道啊 你说啊 你知不知道Brian其实 喂 是 我是高尘的儿子 进了医院 我也没有义务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你早就想好了 你好好考虑一下 帮我尽快卖掉手上所有物业 下钱第一点也没关系 最终要快 不是吧 就这么放过Brian 你有没有想过尝试一下 做一些行政决策上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 还是拍不到我爸去了哪里 还有见过谁 看完再说 真是他 Brian他向我借钱 条件是将百分之十的秋式股群 抵押给了我 就如你所说的 那百分之十只不过是用来抵押的 并不能用来逃票 为什么要改遗嘱 你还问 脸部很明显多了几道伤痕 要不是你爹地打伤他的话 发现邱志斌先生 以及邵家碧女士 在昨晚九点后没多久 一起坐车离开了邱家大宅 偷偷地将我跟 娜娜的身份交换 我才是 真正的邱志兰 新遗嘱草稿的部分主要内容 要将原本赠予邱志斌先生 你的遗产 全部删除 没有 我没见过 其实Noel 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说什么呀 她怎么突然变成我亲生女儿了 最想不到的是 上一代的错 竟然要我们这一代去承受和面对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